阿琳 我们谈一谈吧 谈什么 谈朋友啊 一天再想一场呀 我帮大哥问的 家里做的事情做了没有 找到了呀 我这里仓库找了好久 不就找一个亿的料子吗 对吧 那我问你个问题 您说 也是大哥问的 他说为什么会选择 斐车原始 不是选择斐车成品 其实点数是很多的 来咱先讲讲定一点嘛 天然原始呢 它不用担心担忧假货 所有的翡翠成品 均由原始加工而成 我们所有的翡翠原始呢 毛料那些都均自来自于缅甸嘛 通过购买原始再加工 从而无假货的担忧 第二点呢 价格更便宜 自己去购买的原始加工翡翠 没有中间商 大大降低了翡翠的价格 同等价值的翡翠价格 至少比市面上的便宜 百分之八十 然后第三点嘛 就是一块原始得以手镯 吊坠戒指 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 一块原始我们就可以博到 那么多东西 比如说我们去买翡翠 只能一件一件的买 对吧 那个去购买翡翠原始的话 却可以说是一块原始 切出很多很多成品来 原来是这样的 第一个没讲过嘛 第二价格便宜 没有中间商 对 第三就可以做很多 对吧 对 来 大哥要的一个一米币的料纸 给你带过来 找了好久 还好我一直在等这块呢 看了呀 我看看有没有手肘味 肯定有啊 这手肘稳了 没腻 是没有脸 但是 棉也还行 做货的话也够可以了 一个手肘 一个牌子 牌子好多好多 在飘花 对 这块料子呢 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啊 一个手肘 一个原始 它可以做很多很多货 像比如说 它可以做手肘 目测是可以看到了 对吧 手肘牌子挂件 那是绰绰有余的了 有一家子的都可以了 这耳尖耳环 手脸 戒指 啥都有了 嗯 这个我一会推荐给那个大哥吧 你看一下这个皮革吗 老皮革吗 这皮革会想看啊 这皮革不用看 飘花 飘兰花 飘兰花的手肘 他刚好就是想要 飘兰花的手肘了 好 那等于发给大家看啊 嗯 好的 涨不涨工资 涨 好 涨五毛 你好意思吗